起锅 酥芝麻一放 感觉这个菜 档次都来了 大家好 我是吃饭了就跟他说三人在啊 今天老板回来了 懒得回来一次 我们买了虾69块钱一斤 只买了半斤 我们来做个干锅虾吃 有半斤啊 不是半斤啥子啊 只有四个 四个都是半斤 真的四个都是半斤 这种活的虾都是69块钱一斤 刚刚延期的那种50块钱 在第三届这个位置把虾线挑出来 虾子虽然烧了还是要处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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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个虾呀 但是没几个的 blir过的 你快回去了 绝对不处吃 虽然我不吃 你确定 让我回去了呀 哎 拿来吧 来 干个拍一个虾 干 fais 你求我你求我我都把他捞回来 那你快走快走快走 你确定 真的走 狗子的他还不怕我回去 哎呀算了呀 哎呀今天看到张老板回来了 不想少的面子 来捞去弄去 哎呀对了嘛那种人不能小气 哎呀敞亮啊那种肯定是个敞亮人 弄好吃的哦 小问题小问题 今天我的排骨买的盒 老板给打个折 买上20亿块一斤 我平时都买成了20 而且你看那个肉 那个肉放在上面是没用的 排骨上面这条肉不能要 很重量 排骨稍微砍小一点 凉水一下排骨 老板送的白酒 开火 水开过后把粉末打干净 再加姜葱 花椒 三奶粉 然后继续煮20分钟 煮20分钟 煮20分钟煮了 把那个排骨煮熟 再来炸的话都会出现那种外酥里人的口感 然后也煮了方便我的儿子 煮了二十五分钟 煮了二十五分钟 我都会给老子出来了 本来给老子煮起来 因为怕点儿 结果他就有事不要出去了 排骨 排骨下锅之前还是放点粉 油温切成下锅炸 老公 你手里那里排骨 给我增加了好多个大工学 又是蒸 又是煮 又是炸的 看你不复杂嘛 这个菜本来都不复杂 是排骨 排骨炸 我虾炸了还是吃的 继续放虾虾 不要炸久了 这个是继续的虾 炸久了肉质都不好了 下土豆 蔬菜炸的话还是很香 锅里面留底油 下入姜萨 干辣椒 花椒 加入牛油和力量 青油和力量 或者是干锅酱 三选一 加点豆瓣酱 中和一下辣味 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火力量炒化 然后加入洋葱 排骨和虾 开大火了 翻炒均匀 嗯 香肠哦 好 然后准备下蔬菜 这个时候开始调味 加生抽 稍微放一点点醋 花椒面 自然粉 鸡精 味精 味精 花椒油 再次翻炒 最后下入大葱青菜 翻匀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起锅 好 然后把虾挑上来啊 看到没得上面都好多虾了 老中几个虾 这个菜我觉得都应该只叫干锅排骨 有一个虾它都叫干锅排骨虾 别的虾 没啥了没得了 四个老子说的 整顿葱花 酥芝麻一放 感觉这个菜 档次都来了 来老门吃个虾子 我也吃个虾子 对了老今天说气 我那么小气 你都是要多吃点啊 我也不吃虾子 吃到四个啊 四个的虾子 麻烦你买肉 嗯 我今天这个排骨买的好 前排 吃的肉是超山了 你觉得金锅我都没超做 外酥里嫩 好吃 虾好好吃 虾肉好多啊 鸡味下虾肉肯定多啊 嗯 这个排骨肉更多 今天应该好生感谢了老今天 嗯 感谢我的话 赶紧做我剥两个虾 想得没有 我老板都是个人吃 老板那个香菇 觉得爽产了 那个香菇 加到这个里面 觉得是里面最好吃的东西之一 也是 其实用清晶香菇的链尿 还吃得更辣一些 面容 我知道是 清香菇的链不肯定都辣一些 如果我们下次 要买盘骨的链尿 早一点一点嘛 假糟欢迎的 可是像老板那样下次打空手来 打空手来也有吃的 可能危险了 人家那个小肚子 因为一天不吃 我的脑板 我一共十个 你最多只能吃五个虾子哈 那当然他不喜欢吃 剩下的不是都是我吃哦 他那么可能不喜欢吃 我和我一起减肥小子 我现在不瘦吗 我一起减肥 大家说好看 现在我是不是做了很多嘛 看起是不是很有气质 吃饱了点点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可能以后大家喜欢我 可能不是因为我的菜了 那都是因为我的胭脂 哈哈